作词 李宗盛 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 诸位同学 今天是2010年的元旦 我们非常欢喜能在这个地方聚集一堂 度过美好的年纪 大会要我跟大家讲几句话 我也想了很久 好像是在最近没多久 全球联姻一个影片 2012我是应该将近五十年没有进过电影院了 有同学要我一定要去看看 我也就同意了 去看一场电影 然后才晓得 这个影片是全世界同时联影 许多人都看到了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好在哪里呢 他给我们提示了解决 现在的社会动乱 灾难很多 从哪里来的 学佛的同修都知道 大乘经典里面 佛常常告诉我们 一切法从心下身 华言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法为心所信 为时所变 时就是念头 也就是分别之主 那么由此可知 如果我们的念头好 境界就好 变出来对吧 那进心这个念头不好呢 那境界就不好 从近处看 这个是我们学佛了 几十年点 经 所以学佛同学们一定要知道 大乘经不能不读 不能不认真去研究 我在最初 接触佛法 方东美先生 给我做了详细的介绍 他老人家 万年 就是最后的 这二十多年 在学校里开的过程 全是佛经 在台湾大学 他讲了大单言 大乘佛学 大乘佛学 慰敬佛学 随唐佛学 最后 离开学校 退休了 辅仁大学请他去 在波斯班牙 华言哲学 这四个大单言 大概他讲了二十多年的事情 这是一位明教授 我是从他那个地方学来的 他告诉我 佛法是大学 佛法是智慧 佛法能够解决 这些 科学里面 不能解决的问题 换句话说 佛法是圆满的这些 圆满的科学 他对世人来讲 确确实实 给世人带来 欢乐 喜业 健康 长寿 家庭 好 事业顺敌 社会 干定 世界 好 确实 非常可惜 在我们这个时代 大家 对佛法 迷胜 以为 他是宗教 以为 他是明信 这个也很难怪 为什么呢 我在 二十几岁之前 也是这个看法 大家都这么说吗 我们都以为是真的 所以我如果没有遇到 方老师 这些僧 绝对不会 去修复 也不会去碰这些宗教 我跟他老人家学 这时 他给我介绍 释迦牟尼佛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这时教 佛经 是全世界 这时的最高峰 最后告诉我 舍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那么我是从接受他老人家教诲到今年 五十九年了 五十九年的我感激他 他跟我讲的话完全兑现了 他没有骗我 我确实在这个社会当中 过着人生最高的享受 孔子 文语的第一句话说 学而实习之不宜悦 也是喜悦 喜悦从哪里来的 从学习当中的来的 学是跟老四语 习是把所学到的东西 落实到生活 落实到工作 落实到处世待人节目 那你就有落实 佛法里面告诉我们 你真正学佛 你发喜充满了 长生还喜心 如果学佛得不到发喜 不能生还喜心 那不是佛法不灵 是我们学错了 肯定是学错了 如果学得正确 决定是长生还喜心 你心里头没有忧虑 没有烦躁 没有烦恼 它真的能帮助我们化解 佛法家建定会 定能服烦恼 会能把烦恼化解 一定要开智慧 不开智慧 靠定功 只能够降服 有一定的限度 所以它有极限 智慧开的时候 极限就没有了 才真正能够融化 怎么个学法呢 我自己的经验 不可以一天不读经 我不读经 就没跟佛见面了 读经就是跟佛见面了 不但要读 要研究 这佛法应该说参就 可是参就 我们一般人做不到 参就要立心立实 那是功夫很高的人 才能做到 我们一般人 一研究就好 研究 古人的东西 我们现在有两个障碍 第一个呢 是心不清见 这是障碍我们智慧 第二个是文字上的障碍 因为佛经 最晚期翻译的 都是难受 距离我们现在 也应该有七八百年 所以用的文字 是文言文 那文言文 这是开启 佛法的一把钥匙 所以文言文一定要懂 那文言文学习并不难 老师告诉我 用一年的时间 你就把钥匙拿到了 这个一年怎么做法呢 多五十篇古文 要把它念背 要能够理解得很透彻 你就有能力 看大藏经 你就有能力 看中国的四国全书 你就要学一年时间 一个星期学一评 一年五十个星期 你就够做圆满了 你要是老道 如果你再用一年的功夫 两年 你能够学一百评 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 主要知道 文言文在全世界 找不到第二家 只有中国独家有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老祖宗真是智慧 他在几千年前 发明了 这么一个方法 就是言语 跟预言跟文言分开 走两个道路 语言常常变了 二三十年 那些用的术语名词 他就强强变化了 所以说语言会变 变久了 后面人就听不懂 外国的 他们是语文跟文字 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古时候 拉丁文记载的 现在欧洲人的时候 没法子阅读 连专家学者 也没有办法解释 中国老祖宗想出这个方法 预言随着变 文言永远不变 所以永远不变的东西 你看看 几千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如同面对面 昙花一样 真正把他们的智慧经验 传递给下一代 这是中国真正的宝藏 所以文言文很重要 我跟蔡老师谈到这个问题 蔡老师很欢喜 他说我来书 我来教 这个吉隆坡文化教育中心 将来就他在那里开了个阔 这是教文言文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认识 这是中国宝藏里面的宝藏 开启宝藏的一把钥匙 一定要很认真去学习 不困难 如果是在小学中学来教的话 那就更容易 那个根那就扎深了 我们这一代疏忽了 试学了 现在握补 希望把下一代的时候 从小学中学把它带起来 那我们的古籍就沉传了 后籍有人了 灾难的化解 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不值得这个精华 佛弟子怎么样来应付呢 用清净平等倦 不但能化解灾难 纵然呢 众生供应呢 我们人数少了 我们修行功夫也不到家了 化解不了 但是把灾难减轻 那是绝对可能的 因为这个事情既然公布 我相信全世界人 一定要为这个大灾难去乞讨 每一个宗教它都有警觉心 我想这个201年 可能是变成一种传说 不会有这种事实发现 我们佛弟子要认真诱敌 把这个贼壮事情放在心上 认真地念佛 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 是什么 是自信的名号 是自信的德号 念这句佛号 常常念 把自己的信德换起来了 可是你要懂得这个意思 你看密宗他讲求的 这个念咒 口念咒 心观想 口手接应 三密相应 南无阿弥陀佛也是一句咒语 它是完全从梵文翻的 所以我们懂得意思 懂得意思 就知道怎样做观想 南无 翻成中国意思 是恭敬 礼拜 归一 归命 有这个意思 阿翻作无 密陀 佛 反作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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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这个整个名号 就是我们 归一 归命 无量智 无量智 天天念着无量智慧 无量觉悟 这是自信里的本能 所以他这个名号功德 不可思议 如果我们用清静心去念 感应 不可思议 我们念的时候 没有什么感应 那我们是心浮起草 妄想 杂念 烦恼 态度 夹杂的当中 把我们念佛的功夫 被简弱了 实际 不是没有 没有功德 有 决定 有功德 那么在这个 看到这些灾难 看到这种景象 可以把我们的 欲望 冲淡 看到这种景象 你说 这个 毁灭 地震 毁灭了 这几秒钟的世界 就不存在 所以活必去留念 留念阿弥陀佛 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除阿弥陀佛之外 统统放下 念佛堂上 堂主也常常告诉我 放下身心世界 提起真念 真念就是 阿弥陀佛 确实 我学佛 你看 五十九年了 将近一架死了 身心健康 确实 这么多年当中 烦恼 一年比一年 减少 智慧 一年比一年 增长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 诸位常常听我讲经 就能听出来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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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比一年 向上提升 这就快乐 这就快乐无比 这得真快乐 所以身心健康 随便舍 妙用 妙用是不分别 不执着 就妙了 随便要有分别执着 要由自己成见方里面 那就不妙了 不妙是早一夜 做善业 三善道 做卧业 三卧道 不管你是相于我 总而言之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就不妙了 念阿弥陀佛 六道轮回里头 没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是在六道之外 那你就超越六道了 我们一定要超越六道 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 是我们心变现的 也是微心所现 阿弥陀佛从哪来的 阿弥陀佛要是我们新鲜的 心身变 所以你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原来阿弥陀佛是自己 极乐世界是自己的故乡 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 说是流浪 不如说是在做噩梦 不是流浪 做噩梦 一觉醒起来 醒了之后 极乐世界就先去了 弥陀佛在我们身边 我在这里的心里面 今天是阿弥陀佛的圣诞 阿弥陀佛圣诞是从哪里来的了 弥陀佛要没有到这个世界来出世 圣诞从哪里 我们听说是 永明元寿大司的三世 是我们进度中第六代的祖师 永明元寿大司 永明元寿大司 《死书》里的记载 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所以他的生日 变成了阿弥陀佛生日 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节日 这么殊胜 又碰到元旦 又碰到弥陀佛生日 所以说无比的欢喜 我们有缘聚集在此地 将来我们希望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也聚集在一起 我今天的话就收到此地 谢谢大家 下面是胡晓琳老师的报告 我相信他今天晚上的报告 是非常精彩 所以我要提约吧 非常精彩 谢谢大家